这是我见过最丑的女人 但她的能力却非常恐怖 她竟然能闻到别人的情绪 比如悲伤和快乐 甚至是羞耻和罪恶 这天她在工作时碰见一个男人 小美在她身上闻到了罪恶的味道 按照海关规定他们例行检查 没有异常 直到小美闻到她的手机 这就是罪恶的源头 接着她从里面取出一张内存卡 但男人一把抢过来放进嘴里 警察见状立马把她镇压扣了起来 原来那里面是虐待儿童的视频 工作结束之后的小美回到了家 男朋友又在跟其他女人聊骚 但她还是当作没看到 小美更多的是习惯 有这么一个人陪伴而已 这天小美的上司找到了她 说那天抓到的男人并不是凶手 因为没有证据说明是她干的 但上司非常好奇小美是怎么做到的 小美的回答很新盈 靠鼻子纹 一切都在正常的发展着 直到这天怪事来了 这个男人的情绪她居然闻不到 安全起见他们开始收身 结果一摸吓一跳 这个男人生理上竟然是个女人 同时还摸到了她背后的伤疤 这整的她很尴尬 但小美却被吓了一跳 两人长得像不说 伤疤位置居然也很像 小美连忙赶去道歉 女人只是很大度的一笑而过 她叫小丽 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 为了刨根问底小美找到了老爸 她问老爸背后的伤口哪来的 老爸说是小时候不小心摔的而已 小美知道这不是真话 但也只好走了 路上她又碰到了邻居老婆 她突然要生了 善良的小美决定带他们去医院 就这样小美又做了一件好事 直到这天小美又碰到了小丽 女人拿起这条虫子对她说很好吃 虽然很恶心 但她却控制不住自己 这一次味道确实还行 两人兴趣相投 小美干脆把她带回了家 就这样 两人生活在了一起 这天小美又收到了上司的命令 事让她调查上次那个案子 她用特殊能力一路追到了一间公寓 在这竟然有虐待儿童的气息 可这时她却被发现了 但出来的一对夫妻理直气壮 争执中还要报警 无奈之下小美他们只能先离开 但汇报情况时小美非常确定 那里绝对出过命案 得到允许 他们趁着夫妻离开直接撬开了门 运用能力 小美成功地找到了一盒录像带 这里完整地记录了他们的犯罪过程 夫妻二人立马被抓捕 案件似乎已经有了眉目 可回到家中 天上突然刮风下雨 电闪雷鸣 小美和小莉被吓得躲在桌子下面 原来他们那道伤疤是闪电劈的 相似的遭遇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野外追逐 水中熙系 日久深情 他们终于在小树林里释放了自我 这时小美居然发现她在必要时能变成男人 终于 在这天小莉说出了真相 原来两个人并不是人类 而是一种精灵 闻到情绪的能力也是天生的 而她的父母就死于人类的研究之下 这下小美的生世之谜终于解开 怪不得她每天最爱的事就是独自走在树林里 但按照小莉的说法 她亲生父母可能也死于人类手中 从此以后她对人类的仇恨也埋在了心中 她直接回家把男友赶走 还有个更恐怖的想法在她心中涌起 她想放弃人类生活跟小莉隐居三年 然而这天却出了意外 她在小莉的冰箱看见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长得非常像精灵 一股罪恶的气息在她心头萦绕 这天案子的审讯也有了进展 夫妻俩终于认罪 他们承认背后有人指使 凭借着特殊能力 她猜到了那个幕后真凶就是小莉 审讯完毕 两人要被押送到法庭 但押送的路上却出了意外 一头牛挡在了路中间 正当他们疑惑不解时意外发生了 车后突然出现个男人把她拉了下去 等警察下车时却发现人已经死了 而凶手早已逃之夭夭 小美赶到现场一闻就明白了 这气息是小莉没错 她立马当面对峙 小莉很干脆的承认了 因为她太恨人类了 她要人类自相残害 她要把精灵受过的痛苦百倍奉还 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 而这天小莉又犯罪了 邻居的小孩也出了意外 又是她 小美实在是忍不了了 她来到两人住过的小屋 一张纸条摆在面前 小莉要约她见面 两人见面之后小莉说出了想法 跟她一起离开城市繁衍生息 而小莉却表示十分厌恶 两人虽然是同类 但他们就像是天使和魔鬼 代表着一个种族的善恶两端 小美直接转身离开并报警 很快小莉就被抓捕 但她却直接跳入了大海 悲痛欲绝的小美回到了家 这天她收到了一个箱子 里面是她和小莉的孩子 和他们一样 这个孩子也是个精灵 影片到此结束 这个孩子能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没人知道